一个人爱不爱你 其实很容易看出来 很多时候感情中选择离开 并不是因为不爱了 而是这段感情实在让自己失望吐了 但是依然还有一部分的女人 还傻傻相信对方仍然可能回头 以为还有可能回到当初 那不爱她的模样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一旦不爱了 想要再爱回来 根本就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当一段感情让你难过苦恼的时候 说明她不爱我 这个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再爱她也应该乖乖放手 一对你很不在乎 甚至吵架也不愿意和你吵 感情中女人是需要爱的 需要男人在乎的 可怕的不是吵架 反而是不吵架才是真正的可怕 因为那时候的她已经根本一顶 不在乎你是怎么想的 她更加不在乎为了某些事情和你吵起来 这感情里面一切在她看来已经是无所谓的了 如此的她 你还有什么不愿意放手的呢 不主动认错 或许确实有不擅长哄女人的男人 可是不擅长并不等于就能够不哄在吵架的时候 如果总是你在让着她 那个先低头的人也总是你的话 只能说明她真的不是那个适合你的男人 如果是爱你的话 从你在手心上还来不及呢 根本就不会放着一个人在鼓起 她只会在冷静后的第一时间来找你示弱 希望能够与你和好 三 沉默 当你们在感情中已经没有话说的时候 说明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已经不适合在一起了 要知道结婚不是几天的事情 女人基本上都应该是冲着一辈子去的 你真的愿意跟一个对你没话说的男人过一辈子吗 相信你也应该不傻 四 删除关于你的所有 说白了就是她想和你分手了 才会突然把所有关于你的东西删除掉 这个时候或许你真的还是很爱她 可是她舍得这么做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在和你赌气 而是说心里面真的已经不拿你当自己的另一半了 对于这样的她 你还有什么舍不了放手的呢 就算她再好 那也不可能是对你好 还是牵涉你一下吧 其实人总是在拥有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才知道拥有的珍贵 可是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过去的也不会再重来 爱情走了就是走了 但错过就很难再相遇 请细心欢谈喜欢你的人 如果你爱情也错过